大一哥 关于朱之文的唱歌喜好不断默默支持 不过大一哥成名之后 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一哥每天在全国跑演出 被各种美女包围 看大一哥和美女合影时 挺直的腰板 心里那是美美的 深受大妈们的喜欢 被称为大妈杀手 大一哥的糖色新闻也层出不穷 以致还传出和提携他的恩师于文华传出绯闻 随着大一哥的爆红 再加上一些离婚等假消息的传播 朱之文的农村妻子被受媒体关注 当年有媒体采访他问 大一哥这么红 你不怕他变心吗 大一嫂坚决地说 我相信我的老公会一辈子爱我 他是一个特别质朴的人 话是这么说 但是大一嫂肯定是犯嘀咕的 男人一进入文鱼圈这个大染缸 没有不变坏的 这个道理他本人也明白 于是这些年 他也开始打扮起来 这是在乡村里质朴素颜的大一嫂 这是浓妆艳抹的大一嫂 小编觉得大一嫂化上浓妆 还是挺有风姿的 有一次和余文华一同上节目 大一嫂又是苗眉又是闻唇 把本人好一通捣耻 不过大一哥看见了却不领情 参与节目就参与吧 穿的那个裤子不是裤子 棉裤不就挺好看的吗 他人穿了实行美观 他穿了像个妖精 每次大一嫂上节目 或者接受采访时都会精心打扮 有一次大一哥酸酸地说 其实我没有什么变化 反而是我老婆变化越来越大 不过大一哥也说 不论我老婆怎么样变 我会不断爱她到底